你還在亂亂鑽嗎? 讓我來教你糖豆人的紙上迷宮 這一關要怎麼過吧 首先地板不是有這個看似迷宮的東西嗎? 我們只要記住遇到十字路口不轉彎 這樣就可以通關了 遇到十字路口不轉彎 不轉彎 直走直走直走 這樣子跟著路線走 不轉彎 然後再繼續走 欸!就是這一個 所以其實可以不用盲目去探 那這關就比較麻煩一點了 因為有這個牆壁在擋 我們要先找到它的起點 在這邊 然後十字路口不轉 不轉不轉 走走走走走 跟著我這樣子走 欸!就是這一個 熟悉了以後呢 就可以越來越快了 找到起點之後 自己大概看一下路線 這樣子很快就可以找到了 好!